上课了 今儿个咱们学习机器物美 采用的手法就是单针点刺 就是用机器单针来进行去点 首先咱们使用中间洒来进行去铺底 一定要铺匀 还有要注意这个边不能点死了 如果说这个边点死了 那这个就是整个眉毛就做失败了 我做这个眉毛是从眉尾这个开始往前去点 从眉尾开始出发 一点一点往前进行去点刺 还有那些下手没轻没中的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轻一点点 别可静可静的像不要命了似的 使劲使劲往下砸 最后都给你砸破了挖挖躺鞋 一定要轻一点 这手法也叫做触碰式上色 也就是说你点到皮肤上就抬起来 点上就抬起来 不要停留的时间过长 这样的话你点出来的这个颜色就太重了 咱们在往眉头这嘎的过度的时候 这个力度和手法要比后面要再轻一点 就渐渐消失和皮肤融合 就越来越浅 让它没有明显的边界线 咱们在修饰这个眉毛轮廓线的时候 采用的点刺手法是用点品字型的手法 这样做出来这个眉毛的轮廓就不会做得很死 那么我们在整个底侧铺匀了之后 咱们就使用重一点的散 来加重眉毛中间的这个地方 也可以像我这样 个中间这块先加重一条 完了你就可以往上往下来进行过度 这样整你就比较好掌握一些 这一步证大家一定要仔细瞅 有好多人都说 为啥我这个眉毛整完了之后它不立体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中间这个眉脊 没有给它做出来 这样的眉毛你就没有立体感 有老多文学是说 我要用这个手法去做的话 这个眉毛整完之后就老长时间了 的确是 你用单针去点 你做的一个眉毛时间肯定是长 但是你点出来之后 这个眉毛效果是不是就贼细腻 你说顾客在乎这个闻眉的时间长短吗 我相信大部分的顾客不会在乎的 因为顾客在乎是什么 就是你能不能给人闻好 这眉毛做出来好不好看 所以那些通常说 整这个眉毛时间太长了 通常都是那些比较懒的文秀师 给自己找的借口和理由 还有啊 好多人问我说 老师这眉头都是整成啥型的 是整成圆的 还整成方的 你说你告诉我整成啥型的 要做成没有型的 要给它见面和消失 没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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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要给人整成圆型或者方型 这眉毛你不是给人闻坏了吗 一天天咋学的 气死我了 下课吧 对文秀感兴趣的家人呢 小红心也给我怼一怼 没关注的也关注一下 要不然你下次就找不着